大家好,我是Dem 昨天,韩国媒体报导了在台湾深受欢迎的啦啦队成员 Edae最近遭到的跟踪事件 根据韩国媒体引用台湾媒体的报导 Edae于11月10日 与经纪人一起前往台湾新北市警察局报案了 Edae在报警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台湾是我第二个故乡 因为遭到跟踪感到非常害怕和难过 所以决定报警 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很抱歉让粉丝们担心了 根据Edae表示 在当天晚上参加台湾友谊篮球赛活动后离开时 一名身份不明的女性驾驶白色车辆 尾随她骑机车移动长达约90分钟 为了摆脱跟踪 Edae曾在便利商店附近短暂停留 但该车辆依然在附近徘徊 让她无法安心返回住处 Edae也在社区网站发文表示 真的好害怕也好累而引发了关注 新北市警方表示 以一跟踪骚扰防治法受理并调查此案件 并已锁定两名相关嫌疑人 加强Edae住所周边的巡逻 最后台湾媒体透露 Edae打算因此事件搬家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个听说是台湾的狗仔队跟踪的 到底是跟踪的有多执着 才会让人去报警 再怎么受欢迎 在异国工作也不会轻松的 Edae加油 看这种事情都能成为大新闻 Edae在台湾确实人气不小啊 在韩国也曾遭到跟踪 现在到台湾了也遇到 真是让人心疼 真是的 现在连拉拉队员的事情也上新闻吗 是吧 如果有个陌生人跟踪我一个半小时 连我这个男生都会感到害怕 不是说是狗仔吗 狗仔不应该偷偷拍吗 为什么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跟来跟去呢 因为我最近看过很多 根本就不是事实 但就好像是想要让台湾两边的网友们 互相憎恨的影片贴文留言等 所以在整理这个新闻的时候有点担心 会不会因为个人的错误 又导致两边网友们的憎恨 不过幸好这件事情 在韩国并没有一起很大的争议 所以对于Edae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有点赞 我给你觉得 我们下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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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下个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